中国汽车开挂了吧 不仅销量上卖出了世界第一 在技术上 竟然还实现了很多突破 把欧美的很多产品都给干到白下架了 本猫稍微盘点了一下 单单2023年就有5个技术 实现了突破 比如空气悬挂 机关雷达 限控制动 一丝方技术 以及电动车热管理 它们有的是专门用在进口豪车的配件 有的是面向未来的技术 但是现在 我们不仅完成了突破 还把它们转到了我们普通的车型上 果然兔子是发达国家的粉碎机的称号 不是随便说说的 今天雪猫就来盘点一下 这几个技术到底有多牛 先说下空气悬挂吧 2023年 可以说是国产汽车空气悬挂 集体突破的一年 它们不仅技术上打破了西方垄断 市场份额更是无限逼近国际大厂 更重要的是 把空气悬挂的整体价格 打下了30%左右 国产空气悬挂是怎么做到的呢 说实话 这还要感谢高傲的国际厂家们 在燃油汽车时代 国产车不管在发动机还是在核心零部件上 都和进口车存在差距 它们会把一些技术单独用在高端车型上 然后靠着这些高端车型正在盼盘钵盘 这也是国产车支持无法突围的原因 而空气悬挂 曾经就是高端车型上的关键技术 空气悬挂其实并不复杂 悬架其实就是汽车轮胎附近的零部件 它主要包含了弹簧和减震器两个组件 最大的作用就是缓冲减震 一个悬挂的好坏 直接决定了这辆车坐起来是否平稳舒服 没有它 汽车就和三笨子差不多 得颠死你 而空气悬挂就是用空气气囊 取代了普通悬挂中的弹簧 别小瞧了这个小小的改动 要知道 弹簧的性能是不可调节的 它就像一个新手司机一样 有时候横冲直撞 有时候又突然来个急刹车 减震效果有 但是并不适合复杂的路段 而空气悬挂却不一样 它里面的空气弹簧是可调节的 因此 它可以根据实际路况检证 更像一个老司机收房次如 这种技术以往都掌握在采埃福 大陆集团 威巴克等西方企业的手里 他们与国外豪车品牌达成了深度合作 一般只把空气悬挂搭载在高端车型上 比如宝马七系 奔驰S级等等百万车型 因此 空气悬挂也成为了豪华高端的代名词 不突破空气悬挂技术 国产汽车也就永远无法进军高端领域 中国汽车产业曾经饱受空气悬挂之苦 往往是求而不得 即使对方愿意出口 条件也非常的苛刻 理想当初就被气得不行 几家国际大厂要么不接受定制 要么就限量供应 价格还死贵 国际产家们高傲习惯了 总觉得汽车行业离了他们就赚不动了 但这绝对是他们做过最后悔的件事 空气悬挂这东西 你要说技术含量那是有 但是绝对没有芯片高 中国只要想突破 那么就有突破的希望 比如理想被拒绝后 就开始自研悬挂技术 并且与孔惠公司进行了合作生产 孔惠当初也只是初创企业 在业内的名气并不大 和国际悬挂大厂自然不能比 但是他们凭借与理想的合作 成功掌握了脚跟 并且不断改良产品 反而技术得到了巨大的提升 如今孔惠已经成为 国内空气悬挂的龙头企业 类似的企业还有中顶 宝龙科技等国产悬挂厂商 他们都在突破空气悬挂的封锁 中国企业集体突围 把国际悬挂大厂吓了一跳 他们连忙放下身段寻求合作 结果却发现 中国车企们已经不需要他们了 因为除了悬挂厂家 就连比亚迪长城等汽车大厂 也在自研突围 一批又一批的空气悬挂企业突破重围 不仅把国际悬挂大厂打懵了 就连豪车们也愣住了 因为这些悬挂卖的越来越便宜了 比如2023年2月份 某级汽车在31万车型上 搭载了空气悬挂 年末时 奇瑞更过分 直接把空气悬挂 下放到了25万元以下的主流车型 创造了历史的新敌 曾经高不可攀的空气悬挂技术 就这样开始走向大众化 而这一切都源于他们的高傲态度 如果说空气悬挂领域 国际厂家们还能苟延残喘 那么中国机关雷达 则杀死了一大片美国祖师爷 2023年更是堪称 国外机关雷达企业全面溃败的一年 先是2月份 曾经的机关雷达领头杨威利登 宣布破产重组 与另外一家美国企业奥斯特合并 两者抱团取暖 而机关雷达鼻祖IBO公司 以及机关雷达新贵Karangy 早就宣告破产了 至于采埃福博士等国外汽车供应链巨头 也纷纷宣布放弃开发机关雷达 如此大规模倒闭潮 正是中国机关雷达企业带来的压力 机关雷达有多重要 相信很多乔巴都见识过 据说马斯克曾经贬低他说 谁用机关雷达谁是大傻瓜 但是很多人还挺赞同这个观点的 因为机关雷达实在太贵了 威利登 奥斯特 鲁明德等 欧美企业为首的机关雷达产家 垄断了全球 一台机关雷达售价 动辄高达8万美元 比一辆车还贵了 就这还供不应求 很多自动驾驶企业根本买不到 因此马斯克选择绕开机关雷达 直接采用视觉路线 也是情有可原的 但是和马斯克不同的是 中国企业面对困难不是回避 而是正面击碎困难 中国和赛等企业从2017年开始 就瞄准了被西方企业垄断的赛道 2019年时 和赛就已经把产品售价达到了4万美元 然后在之后的几年时间里 把原本数万美元的产品 一路达到了1000美元以下 真正的把奢侈品达成了白菜价 2023年1到2月份的 车载机关雷达市场 和赛 速腾巨创 涂达阿通 华为等国内厂家 联手占据了全球75%以上的市场份额 仅和赛一家的出货量 就超过了所有国外厂家的总和 国外一众厂家只剩下最后一口气 而机关雷达突破后的影响 还不只是产品本身 对于自动驾驶格局 则产生了巨大的冲击 原本自动驾驶是特斯拉一家独大 在马斯克选择纯视觉路线后 他们才发现用摄像头还是有缺陷的 很容易受到外界的干扰 这导致特斯拉自动驾驶领域虽然起步早 但至今也没有取得很大的突破 反倒是中国车企选择的多传感器路线 在廉价的机关雷达帮助下 自动驾驶技术突飞猛进 2023年 华为问界汽车就成功出拳 自动驳车 自动驾驶 自动避障的视频 让大众看到了自动驾驶技术并不是鸡肋 而是真正能让乘客受益的技术 就连马斯克都不得不承认 中国在智能驾驶领域确实很强 自动驾驶被称为汽车的终极技术 如今 机关雷达已经成为汽车自动驾驶的必备技术 说它影响未来几十年的汽车行业格局 一点也不为过 然后说下第三个技术突破 汽车热管理系统 2023年 国产汽车热管理系统疯狂地过程掠地 甚至在部分领域实现了对国外巨头的反超 比如说 汽车热管理系统中价值最高的零部件之一 电动压缩机 在这一领域 福迪科技 华裕三店 奥特加等国产品牌的市场份额 已经接近70% 反超国外巨头 在另一项重要零部件电子通胀法中 国内企业三花制控 更是反攻海外 一举进入了保时捷 沃尔沃 通用 福特等汽车巨头的供应链 实现了全球市占率突破50%的成就 除了零部件上的突破外 中国车企在整个热管理系统上 也实现了对国外企业的技术领先 汽车热管理系统技术 说简单也很简单 说复杂也很复杂 简单来说 就是给汽车提供冷热的 乍一天是不是没啥特殊的 没错 在燃油车时代 它确实不怎么受重视 因为它很容易就能实现 比如它发热是由发动机余热提供的 而制冷就是增加一台空调就可以了 所以大家就不怎么关注这项技术 但到了电动车时代 情况就完全不一样了 要知道 电动车是没有发动机的 制热问题反倒成了电动车的死穴之一 尤其在寒冷地区中 电动车会出现严重的掉电 有时续航只有平时的一半不到 此时汽车热管理系统 就会成为电动车的命门 如果不能及时制热 电动车就得躺平了 往小了说 这是影响电动车的续航 往大了说 它直接阻碍了电动车 在全球范围的推广 所以每年都会有机构 在寒冷的北方进行录测 比的就是谁的热管理系统更牛 一旦谁能够率先解决 电动车的热管理问题 那么谁就能掌控更广阔的市场 以往热管理系统 都是掌握在日本电装 韩国汉昂 法国法雷奥 以及德国的马勒 等四大巨头的手上 但随着电动车的崛起 汽车热管理行业 出现了新的变化 因为新能源车的热管理 得依靠空调 电池电机电控等系统 来共同调节 而这些 恰恰是中国车企的强项 因此我们才能在热管理系统中 冲出冲围 也正是因为这样 我们才有底气走出国门 把汽车卖到了俄罗斯 北欧等寒冷的地方去 可以说没有它 我们新能源汽车再强 也无用武之地 所以我才说 它改变了汽车行业的格局 中国第四个改变格局的技术则是 比亚迪的一四方 比亚迪去年最重磅的作品 毫无疑问就是仰望悠巴 它可以原地掉头 也可以在水里驾驶 让人眼前一亮 更难能可贵的是 它不仅仅在国内横吸引眼球 在国外同样如此 当它在日本车展上 展示原地掉头功能时 日本车企的高管们 直接看傻眼了 很快就在日本岛内引起了围观 有些媒体甚至担心 日本车的时代可能都要过去了 可以说仰望悠巴 就是国产车向高端冲击的成功案例 仰望悠巴原地掉头功能 用的正是比亚迪的一四方平台 其中核心技术就是四轮电机 普通人可能无法理解它的逆天程度 因为它在一定程度上 彻底杀死了占油车 四轮电机的原理并不复杂 就是在四个轮子上都装上电机 这样他们就可以分别控制汽车的车轮了 然后再搭配上特殊的滚子 就可以完成原地掉头或者是水中驾驶了 但就是这么简单的设计 燃油车却无法完成 因为燃油车的发动机非常大 一辆车上装一个就很占空间了 更别说每个轮子上都装一个 那根本不现实 如果想要靠单独一个发动机 就实现四个轮胎分别控制也可以做到 但是需要非常复杂的传动系统 而这种系统不仅占空间 稳定性也差 一般都用在特殊车辆上 比如坦克 大型拖车等等 但是你敢相信吗 这还不是四轮电机的终极形态 它最厉害的地方 还是可以将电机直接装进车轮内部 就像这样 它可以将电机提供的动力 直接用在车轮上 效率和动力可以发挥到极致 当然因为汽车的轮胎还比较小 目前这项技术还在研发当中 但是在一些大型的工程车 矿山车上已经验证过是可行的 可以说一四方的出现 彻底击碎了燃油车卷土重来的机会 说它改变汽车格局一点也不夸张 因为这已经不是燃油车技术上 可以解决的问题了 它就像电力平地蒸汽一样 属于降维打击后带来的影响 谁如果想要强行扭转这种趋势 谁就将被彻底淘汰 第五个技术突破则是 电子控制制动系统 汽车的制动系统也就是刹车系统 一般分为两种 一种是机械制动 包含脚刹和手刹制动器等等 还有一种是电子制动系统 它是由电子驻车 刹车防BOSS 以及电子稳定控制系统等组成的 这项技术在上世纪70年代就出现了 所以到现在已经普及得非常广了 几乎15万以上的车子 都可能用到电子驻车系统了 但就是这样的关键技术 以往都掌握在博士等欧美企业手里 如果是燃油车时代 这还不算啥 顶多是花钱买东西就行 但是在电动车时代 它却关系着一个关键的命门 那就是自动驾驶 道理其实非常简单 机械制动你踩下去到真正刹车时 不仅需要人为用很大的力气去踩 而且中间需要很长的反应时间 而电信号控制的制动则不需要人 只需要信号调节 就可以在100毫秒内完成制定控制 更加只能 而且越是高级的自动驾驶 越是需要性能更好的电控制控 才能完全满足自动驾驶的需求 如此重要的技术 自然不能掌握在外企手里 而突破正式发生在2023年 2022年时 博士在中国电控制控的市场份额超过了70% 处于绝对垄断地位 但是2023年时 他们的市场份额就下降到50%以下 伯利特 立克科技等企业在国产汽车厂商的支持下 已经成功突围 比亚迪自家旗下的福迪科技 也成功自研了电控制动系统 还有产学员结合 备靠同期大学的同域汽车 备靠清华大学的英传汇制入厂搅局 中国限控制动系统市场 由此进入了百家证明的性格局 纵观这五个技术你会发现 在表面上 中国电动车席卷了全球 其实在背地里 各个零部件都在风潮涌动 汽车从燃油车到新能源车 不仅是动力上的改变 更是整个汽车生产体系的改变 它需要全新的零部件来适应电动车 除了我们上面提到的五种外 还有类似新能源车轮胎也是同样的道理 电动车重量更大 加速度更快 噪音更小等因素和燃油车完全不同 要求轮胎必须拥有更好的耐磨性 更强的抓地力 还要更安全更舒适 可以说 以往的轮胎无法适应电动车的需求 因此就导致 轮胎必须进行新一轮的革命 才能解决这些需求 以往高性能轮胎都掌握在国外手里 他们有专利 有品牌背书 国产轮胎很难突破 但是轮胎新的革命 却给国产轮胎厂加一个机会 他们可以和国外巨头 站在同一个起跑线上 公平竞赛 于是像零龙轮胎 潮牙轮胎等等 都借机冲出冲围 他们以全新的材料 全新的技术 实现了半导超车 这就是电动化带来的革命 一大批新技术 正在取代燃油车时代的旧技术 在这一过程中 不断实现突破 不断实现国产替代 将博士这样的旧巨头 替代为国内企业 这一过程的重要意义 完全不亚于中国汽车品牌 对国外汽车品牌的取代 是整个汽车产业链上 重塑全球格局 甚至将会影响到 整个世界制造业 乃至经济格局的变迁 因此我才提出 一定要总结一下 我们不只是电动车再突围 更重要的是 背后的技术和产业 在共同改变格局 幸运的是 我和大家正在一起 见证这个奇迹 好了我是熊猫 本期视频就到这里 如果您觉得还不错的话 欢迎点赞评论 关注下转发 这对我们很重要 我们下期见